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上任后积极处理亲子课题 为了让大众更了解这些亲子问题 这位副部长更是在今早一场投资论坛 分享儿童虐待 弃婴和未成年结婚等数据 他还提议公司高层不妨考虑把这个项目列为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 为社会弱小尽一份力 投资论坛不谈贸易经 全球或许只有这个人说的是我国的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 他今早为一场投资论坛主持开幕礼时 谈的是国家的根基 家庭亲子课题 大荧幕全都是弃婴 未婚生孕和儿童虐待案的数据 副部长承认 致此主题和场合格格不入 但他的一番话引起900位投资者的掌声 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看待 你的孩子没有看待 钱有没有意义 我们父母都能够认为 唯一的原因为我们能够睡在夜里 是为了认为我们的孩子们都好 我认为有很多人在这个房间 他透露家长和孩子之间缺乏沟通能力 是造成诸多亲子和社会问题的原因 因此鼓励家长们多参与亲子课程 多和小孩互动 并早些教导孩子们性知识 分辨是非对错 而这项教育责任不能推给老师 而随着我国调整最低薪金制 国内托儿所和幼教中心大受影响 不少中心更因为经费不足 被迫关闭 他呼吁在场 公司高层和投资者鼎立支持这类活动 把育儿项目列为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 帮助更多家庭 八度空间张千韵吉隆坡报导